今天照片大爆炸啊 想說昨天會流出的說誰還是今天會流出啊 這是Toyfair現場的一些照片 有一些是屬於之前官方公佈的圖 那這一次是在會場有樣品了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大貨的圖啊 什麼時候發售我就不清楚啦 海安 今天圖片很多啊 專門就是講他的細節就好啦 海安 至於是哪一場玩具展呢 我這邊就不再多做解釋了 前幾天有一直在講 海安在紐約那邊 現場其實還蠻多系列的 那有沒有新資訊我倒不敢肯定啊 但細節真的很多 來我們看一下 首先是今年年底上映的大王蜂 再補充一下大王蜂是 派拉蒙那邊應該算是說派拉蒙會公佈啊 我覺得孩子寶公佈怪怪的啊 就是說大王蜂獨一電也是確定是變金剛的重啟 他會這麼晚公佈我也覺得很奇怪耶 非常奇怪齁 要嘛就是一開始拍就是確定是重啟啊 就定調啦 應該是他們看那個電影成績不錯吧 就定為大王蜂那一部是重啟了 所以之後的角色應該源自於都會在 電影呈現的那個賽博坦上面 應該沒有跑啦 好然後再來看一下那個會場上面的Dropkick 這個是車型的部分 我覺得有點焦啊 真的是超級焦的啊 那車型我覺得還不錯 那人型的話呢就是 我覺得有點廉價 可能之後的話還要看 有沒有機會補射吧 是玩家自己補射啊 那另外的話是 大力神的一個部分 Hightower 這個部分我看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其實沒有初期就是補個空缺 那這個是 KSI BOSS 之前就在猜說官方是會出不出 星圖版 果然啦 上面的銀漆是跟之前版本不一樣 所以之前沒有說過的朋友呢 其實這台可以考慮一下囉 是V級啦 應該是沒有加什麼東西啦 只是現場的圖呢 它這個是噴掉了吧 這也顯示出這個玩具的缺點 記得大家買的時候要注意一下齁 不要買買來就發現說這個不見了 這邊其實是有兩個罩子啦 然後另外的話是 SS38號的 柯博文 這個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是下個月會在台灣發售吧 因為現在國外 已經有樣品 是流入市面了 有些人可能還沒拿到啦 那大部分的那個 開箱的朋友應該都有 那當然還有後面講的 圍城系列 然後再來是呼聲蠻高的這一款 是 SS 第44號的Leader Class 柯博文 這一款的賣點應該是 它後面的這個 飛行背包跟前面等下看到的這個 貨櫃 那我是覺得現場看下來 這個槍是不是沒上射啊 有可能是樣品吧 要不然的話我覺得這個射差太大 好 看一下就好 電影一直看下去 我覺得電影是表現還不錯啦 好 那現場的這個 柯博文呢 其實跟我們目前拿到的 32號吧 32號的V級柯博文 其實有一些不同 包含車窗的部分 它是有一點霧 有點上霧 然後 邊邊的部分其實有點藍色 那當然這個東西啊 其實後面 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就不特別講 好 當然它這個 顏色真的是非常非常單調 買回來應該可能要自己補色吧 好 背包很空洞啊 沒辦法啊 這孩子寶的幼狼傳統啊 你知道空的不行啊 所以 雖然說這是空洞 但其實看得出來 它的變形結構是這個摺上去嘛 然後這個翅膀這邊又有一摺的話 是往內折 所以這個應該都是為了要收納 所以這最後是展開的樣子啊 所以我就以變形來說 這一台 看起來會比較空洞 我覺得也是有它的道理啊 然後另外還要說一句 就是說它的槍的部分啊 它的拿法是這樣子 有點醜 要不然的話 以前我就覺得是 這個是拳頭要藏在裡面才對 有沒有可能之後會出個配件包之類的呢 我們再等看吧 車型的方面其實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多一個 貨櫃 V級當成L級賣 這個也是官方的操作 當然賣點還是要看這個環狀武器庫啊 環型武器庫的部分 我覺得有點醜欸 不知道為什麼 就看起來很像這氣球啊 有可能是說它這邊其實少了很多東西啊 就很奇怪 非常非常可惜啊 44號什麼出不清楚 目前 以這個 玩具 展上面曝光的 商品來說啊 應該都要往後再推個 兩到三個月吧 所以應該也就是 今年的 五月六月的時候會上架 這也是期望值 然後再來就是 S...P... 啊不是 MP系列的 這都講什麼 MP系列的 43號 恐龍王 好 這一款也是延到今年六月啊 所以我覺得 剛才看的玩具應該也都是六月之後的東西 啊這個部分呢 我相信看到大海 就是看到已經有點忘記了 應該要去年年底要出的 就有官方延期啦 這一次的話呢 我覺得塗裝還不錯 但... 在現場的照片看這個塗裝 我覺得有點怪啊 沒有想像中這麼細緻啊 就你們看一下 他那個邊邊的網點啊 應該是那個 塗裝後的效果啊 這個... 這個技術其實在 剛開始推出的那個 MP系列的 報紙上面其實也有看過 那這一次是 完全是用在 暴龍身上 暴龍身... 呃... 狂龍王身上 啊... 這是沒什麼好講的啊 反正這之後的話 大家就等著出貨吧 台灣不確定有沒有代理啊 所以他等等等等看 那手的部分 確定是有手掌 這也是之前有的資訊 那當然他還會附牙刷 還有其他的配件 再加上說他的... 這些肩甲都是可以拆的啊 現場就有公佈這一隻... 恐龍王 所以應該也是離出貨不遠 當然官方是說6月啊 不知道6月什麼時候 然後另外一樣是... MP44的... 海洋安 MP44的... 克伯恩 這部分還是灰魔啦 但你確定是有上色了 這個...這應該是樣品 然後還有之前要... 推出的這一個 45號 這兩款是... 已經有啦 已經有了 我不...我不確定... 這個有沒有欸 大家幫我補充一下 這一款那個... 呃... Rretched 喔...Real Jet 我不確定有沒有 然後這是剛才45號的... 大王豐 這一款應該是... 今年的5月或6月吧 應該是跟... MP44 克伯恩一起上 這個也是... 出貨前應該被人家噴得蠻慘的 他的背後... 很碎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呢 是MPM系列的... 8號 這個是... 今年初已經有公開啦 那在現場上是有... 樣品 然後包含他的...圖 MP20未出喔 喔... 這是加嗎 這我就不清楚了齁 再麻煩大家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 資訊還... 沒有很多齁 這隻... Real Jet 好...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MPM08號的包裝 恩... 我覺得背面的部分 透露資訊還蠻多的 包含他這邊胸口是... 可以放那個... Ospark 火種源 不過這個已經... 之前都有公布過 所以目前的資訊是... 這個... 盒裝的背面 印刷 當然是沒有人會看印刷啦 還是要看他的... 本體發... 那個表現怎麼樣 恩... 我覺得意外的不錯耶 如果說是... 以目前... 這種會場的照片來看下來的話呢 其實膠感並沒有很重 那... 頭雕的部分我覺得表現也還算可以 那另外的話呢 是一些細節的部分 恩... 包含他... 雙手... 就是拿槍的部分 可以合併 還有他用的鍊錘 就是... 確定是軟膠件 跟一些變形方式 恩... 我覺得人型方面 其實看不太出來他的細節 恩... 就是他... 有沒有露線的細節 或是倒覺得還好啊 那... 銀漆方面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說以目前這個照片看下來的話呢 恩... 再具的銀漆表現還OK啊 那至少說... 不會讓人家失望 恩...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款09號的... 爵士 這一款的話是... 今年的... 11月 剛才那個... 密卡燈是9月 其實都要等... 都將近是年底啦 所以我們就... 還是要等看 恩... 包裝圖方面其實也還蠻清楚的是... MPM03 橫版的 那如果說是... MPM06 那個... 鐵皮的話呢 其實會比較像是這一款 這一款 不過這個... 盒子太大啦 這是L級啦 好... 那橫版這一款呢 背面的話 他其實... 也是... 為了要搭這個... 科普... 那個... 蜜卡燈的關係嘛 所以他有把這個... 被... 被... 藍... 被藍... 撕碎的照片 有公佈 公佈這個玩法 也就是說 你買這一支 你也要買這個... 爵士的意思啊 這兩支加下來就肯定破萬啦 就看大家... 有沒有... 有沒有經費啦 好看 就撕下來 那... 下半身就不見了 這個...這個其實是在... 今年年初公佈的時候真的是... 恩... 讓玩家很震驚啦 連這個... 撕... 腰斬的... 玩具呢 玩具設定 都給你... 延續下來 然後車型的話呢 我覺得... 還不錯 表現上有比... 之前的Alien Attack 還要來得出色 最主要還是體現在 他的四肢跟他的胸口 細節啦 啊... 你看一下這個... 輪胎的部分 這個造型的話 我覺得是會多少影響到他的... 可動嘛 但我是覺得還好 還可以 那以這個... 目前的頭雕來看呢 我覺得他的面罩 就是說他的這個眼睛 應該是... 有辦法收納 你看這邊睡得... 睡得可以啦 應該是可以收納的 打破偶數魔咒 我覺得還是要等那個... 玩家拿到手再說啦 好 恩... 因為官方目前這個... 擺的姿勢真的很醜 所以我這個... 就是讓人家看一下細節就好 我確定不會這麼醜啦 OK 他... 其實... 我覺得塗裝上還可以 但是他的茶色塗裝真的很單調 可能之後要... 玩家自己補色吧 因為照理講說這邊是鐵黑會比較好看 這個... 咖啡色真的是... 玩具感非常非常的重 然後... 這確定並不是可動的 就是純粹是雕像 是可以... 單手戰力啊 那... 官方這個就是... 很清楚啊 可以單手戰力啊 但是... 有沒有辦法支撐 我就不清楚啊 這還是要看他的... 關節的支撐力度如何啊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啦 應該是可以 之前官方都這樣擺啊 因為... 很少說那種官方圖 你... 食品拿到的是擺不出來的啊 很少啊 非常非常少 好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配件的部分 這我就之前看過了 然後再來... 是那個... 合作商品的部分 跟... 這一次好像是35週年 變金剛跟那個... 魔鬼克星 好... 那個... Ghostmaster 一起... 合作的 呃... 這一款的話之前有朋友說是... 合體戰爭系列裡面的熱點啊 其實我看是有點像 但是車型的部分改非常多啊 那個車... 那個... 圖的部分我就不找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一下 自己打一下熱點 海安 呃... 我覺得車型還不錯喔 我昨天有講 這是... 這個... H1 的經典車款 那... 人型的話呢 我覺得還蠻復古的啊 還有... 他的面罩 然後補充一下 昨天沒有講的這個... 啊... 原作裡面 其實系列座裡面都有的 這個... 綠色史萊姆 啊... Slim 這個... 長得很機車的啊 好這個也有... 又有附啊 所以這個... 算是... 給玩家一個驚喜吧 我覺得還蠻... 還蠻有趣的 好另外的話是... 這個... 好剛才講的 這個... 我覺得沒有頭雕可言啊 畢竟要全身綠 細節方面可能就... 比較不清楚啊 包裝的話是沿用... 35週年的經典包裝 這個其實之後 孩子寶應該會... 一直推的一種包裝啊 有可能裡面的東西... 是舊的 但是呢... 會一直... 重製... 的意思... 很濃厚 所以... 啊... 如果是35歲... 以上的玩家 可能這個包裝 你們會... 啊... 收得很開心啊 這個說真的... 因為它有一些玩法啊 像是說你看這個東西啊 也是以前經典的玩法 你看... 綠色線... 啊... 呃... 藍色線 那實際上是有紅色線的啊 所以你們... 在看它的能力圖表的時候啊 你可以... 你可以用那個... 紅色塑膠片 或是藍色塑膠片去遮擋 好這個... 這個其實在... 我覺得好像這個技術在二十幾年前吧 特別是玩遊戲的 那個密碼攻略上面有 好...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遇過啊 有...可能現在玩遊戲都是電... 都是電腦版之類的 以前我們... 沒辦法存檔啦 所以它那個遊戲... 的... 那個說明書上面是... 有一些存檔點的密碼 好... 那密碼其實你要用那個... 呃... 色片... 去看 好... 就是把... 你用紅色遮住 然後它就會顯示藍色的... 部分 那你就知道密碼 所以... 呃... 這個部分呢... 可能是以前的玩法 好... 然後另外的話是... 這個部分也就還好啊 這是下面的... 圖 然後最後... 好...來講一下齁 好...這一次圍城系列也是非常多... 呃... 照片 呃... 這一款是... Commando Class C級 呃... 是... 圍城系列的最大級別 當然還有更大的啊 更大的是那個... 呃... 我一定忘記啦 我幫忙補充一下 然後是... 好... 奧買... 奧...奧...奧買家吧是不是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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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那這一款是倒數第二大的齁 是Commando Class 這款天火很精彩 如果說... 你們想要看更詳細的資訊的話呢 其實網路上有... 有試玩的影片啦 那我這邊是抓 一些網路上 論壇上面的照片 大概說一下 其實目前有一些 資訊顯示啊 它這個博派和狂派的logo是可以替換的 而且是 不用猜 就是壓去旋轉裡面就是博派 或是狂派這樣 然後另外的話是它變形結構有很多 連動關節 然後包含這個手 這個手等一下會有啦 就是可動手的部分 它有新的連動關節 人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可動方面還不錯 是還不錯 因為現場有試玩過 人型我覺得幾乎是滿分 幾乎是滿分 沒有跑 天火預售定價應該是 3500吧 我覺得應該是3000多塊 對不對 因為 不便宜啊 我記得原價好像是70塊美金吧 其實 其實9塊美金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貴 35塊 可是我覺得 就是有這個價值啊 目前看這個資訊來說的話 這一款天火很精彩 非常非常精彩 後面的話是 它的背包 不過這個背包的話 其實裡面有很多結構 這樣你看它變形的時候 其實都有關係到一些 它的細節 還有它的可動關節 然後後面的話是 這一個 你會發現這個變形結構很 很熟齁 之前IDW系列的天火 有點類似 不過它的手的變法 就比較單純啊 因為之前IDW是 腳的部分 還是要往上提嘛 這個是因為G1的設定的關係 它的變形方式就沒有這麼的 複雜 比較簡單啊 但也就體現出這個G1系列的玩具 是非常 很容易把玩的 可以換標誌啊 非常精彩啊 你看這個可以換 然後還有這個 內部的一些結構 其實裡面都塞得滿滿的啊 然後還有剛才講的這個手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就是 官方新的設計吧 以前沒有看過 因為可動手的話呢 通常來說這個手掌它的握力有問題啊 然後這一次重新設計完之後 是你在握拳的時候 它裡面會 有這個 這個 環形的零件跑出來 方便握持 這個其實是新的設計 之前在MP系列也沒看過啊 所以應該是 這一次的微塵系列是新的 設計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跟MP系列的可不可以搭配啊 應該是可以啊 不過我是覺得風格有點差 因為畢竟是新系列 然後另外的話呢 也是之前官方公布的Sprinder 在會場上有車型了 果然之前是漏掉 因為是三面金剛的關係 所以這台Sprinder是確定是三面金剛 那我覺得它的細節也是沒辦法忽視啊 細節真的是不馬虎 後面的話是 我覺得它的背包其實也還好 你看得出來說是 跟之前IDW的設定有點類似 其實IDW設定 我也是覺得說 應該是設定上是差不多啦 只是造型是不一樣 這包含這個 車型態跟飛機型態 我覺得車的型態還不錯 這還不錯 那飛機型態的話呢 是多少是放了一點 因為畢竟是G1設定嘛 天火馬甲標準能換嗎 馬甲的部分就不清楚了 至少本體可以啊 本體是可以啊 因為它還有馬甲型態嘛 就後面這一個東西 相關的一些影片呢 你們可以在網路上再找一下 因為現場是有拍影片 另外的話是這個 大力金剛 這個是我剛才講的 Omega Class 這是最大級別的 變金剛 應該是說 呃 海之寶應該都會 每隔一年吧 都會出一個 最大級的 可能之前是 猛大帥啊 然後再來是那個 工程金剛 大力神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一款 戲劇系列的 最大級別 這是基地型態的啊 而且它應該算是說 可猜是變形啊 你們現在看到這坦克 其實是大力金剛的 上半身還有這個手 手還有其他部分 這一款的話 其實說真的 變形方面不難啊 那重點還是它的尺寸 跟它 其他的 角色的一起搭配 細節方面 我覺得沒辦法挑剔啊 最主要還是說 這一款啊 真的要收 你們真的要去挪一些空間了 說真的 我大部分 不會收這麼大隻的玩具啊 因為買回來 你說你要把玩 你又很佔空間 然後又是非常大隻 你看這個L級的 L級的 那個 那個 星河 星河之力 銀河之力的 柯伯文 也還沒有到它的 半身的一半啊 齁 所以它的總身高 大概都是 超過50公分以上 非常非常大隻的齁 齁 Fan's Toy 應該有吧 之前那個照片 有看到它有出那個大力金剛 可是可能之後沒有 齁之後就要轉了 裡面的細節我覺得還可以 但塗裝方面我是覺得交了一點 包含它這個坦克型態 其實你也看得出來說 這頭在這裡啊 這一款的話呢 其實我沒意外 應該也是超過5000到 一萬之間的 我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好像之前的某大帥 將近是 六七千塊的價格吧 這一台應該也是 但是相對於MP系列的話 其實這一台算是便宜的喔 不要看這個尺寸那麼大 實際上它裡面很多空氣啊 以這個 偷膠 我覺得這一款偷膠 偷的也非常誇張 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這個是圍城系列 所以它的 表面啊 表層其實也都非常的 出彩 很多細節 然後像說這個 基地形態其實 也可以搭配 這個圍城系列的特效件 這個特效件是他們內部的吧 就是那個 你在買大力金剛裡面啊 它裡面就有附的 應該不是其他角色附的特效件 因為這個特效件 目前還沒有看過啊 所以應該是 這一款裡面獨有的特效 而且你是可以拿來 搭配其他角色啊 好啦 差不多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是 變金剛35週年的 限定包裝吧 這一款的話 目前還不清楚 它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不過我這樣看下來 應該沒意外是MP系列的東西 或者是 圍城系列啦 這麻煩大家補充一下 因為它這樣後面的話呢 是 沒意外的話呢 是圍城的新包裝 35週年 35週年 新包裝 它就把這個 當時這個 用黑燈管能造的 那個 玩法 給它拿掉 對啊 可是我不太清楚為什麼它 它 這個 人型 它要把它整個蓋起來 不太清楚 它明明就很清楚 在那邊寫的是 戲劇啊 然後 可能它能包裝又重新翻新過吧 好啦 也就是說 目前的話呢 大家沒有收到 這個圍城系列 也就是說 它後面還會有個再版 那沒 我覺得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 把那個 它的 舊化塗裝給拿掉的版本 官方應該會這麼操作 好 那所以說 這個部分我們大家再 期待看看吧 好 這一款的話我就不太清楚了 是不是 呃 MP系列還是說 G1的系列 這個再慢慢大家補充 不過確定的話是 生死五週年限定版本的 這個版本我就不太清楚了 這個 再 慢慢大家補充一下 因為現場的照片真的 沒有很詳細 OK 有可能我這邊沒有找到 那這個部分再慢慢大家補充啦 好啦 那這個的話是 目前 Toy Fair New York 紐葉玩具傘上面的 現場照片 當然網路上還有很多啊 我就 不抓啦 因為這 照片要破百張了 OK 最主要還是針對 戲劇系列 然後MP系列 MPM系列 跟 大黃蜂獨立電影 的一些新的資訊 跟這個合作款的東西 沒意外的話也都是 3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跟11月的發售日期 應該就是這幾個月份吧 目前這樣最 最期待的反而是這個3月份吧 目前這樣看下來的話 然後5月跟6月 然後7月的話是那個 呃 我就忘記了 天火 微塵系列的天火是7月 然後9月的話是MP系列 呃 MP系 MP44 MP45 跟MP43的恐龍王 跟 9月發售的MPM 還有11月的 爵士 哇天啊 你那個 月份我都記下來了 就是說官方其實 呃 這幾個月份 就是大家 不要覺得很 很久啦 其實慢慢等慢慢等 他們就會陸續上架的意思 只是希望說他不會 延期 希望他不會延期 好 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所以 今年的費用 大家可能要再 估一波 至少也要再估個3到4萬吧 這一整年的花費啦 3到4萬其實不多 OK 那還有這個問題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補充一下 我當然知道會場上面還有其他的 資名IP啊 就是你們講的那個 電影哥吉拉 第二集 還有後面的 萬代 鋼彈啊 之類的 漫威的 Figure也有 好 那我可能再找另外的時間 再分享吧 因為 這一次的話 其實現場圖還蠻多的 齁 資訊 我覺得是有 當然網路上還有一些 影片齁 你們可以再自行去找一下相關的 關鍵字 好啦 接下來就記得買 買的意思嗎 好 是記得 沒辦法 承擔就跳過啊 也不能說全部都買 因為有一些角色啊 我覺得是可以跳的 OK 因為全部這樣花費下來 其實說真的 你這一年的花費 可能要到4到5萬有啊 而且你知道 裡面又有MP系列的 一隻就破萬了耶 就有很多角色 你可能就是要跳過 OK 好啦差不多了 如果還有這種問題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留言一下 好 那以上這些玩具 我是覺得 你們要好好評估一下 好 不要第一時間看它覺得很爽 好 真的官方好像 出了一大堆東西 但實際上就是 要想盡辦法 把你的錢給炸乾的意思啊 OK 消費者的那個錢包 不要這麼容易就乾了齁 大家要 要好好 思考一下 好啦差不多了 那如果還有這種問題的話 再麻煩大家留言一下囉 好 那就祝祝各位 會 呃 禮拜一 明天就禮拜一啦 OK 好啦那祝各位晚安了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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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